今天的话题要给大家讲讲宁夏王马洪魁和关于他的一些传说 马洪魁出生于一个富贵之家 从小就喜欢练武 在他那个年代有一身武艺就是安身立病的本钱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之后 他练出了一身高强的武艺 这本事成为了他日后发家的重要基础 当然他也并不是单纯的习武 而且不断的识字读书 目的是使自己不但要有勇还要有谋 应该说他做到了 马洪魁的发迹要从司马巨孙说起 司马指的是什么人呢 司马指的就是宁夏和青海的地方军阀 马洪魁 马洪兵 马不方 马不清 这个孙呢是指谁呢 就是赫赫有名的 到了慈禧太后墓的 而且恶名昭著的军阀 孙电英 司马巨孙是指马洪魁 马洪兵 马不方 马不清 按照这个蒋介石的这个计谋 因为蒋介石看到孙电英的势力在不断壮大 所以呢要削弱孙电英的这个势力 按照蒋介石的计谋呢 司马就与这个1934年底至1934年初呢 联合起来 与孙电英 干了一仗 而且呢 由于司马 这个势力比较大 再加上蒋介石的暗中支持 所以呢 打败了孙电英 也从而呢 解决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由于在司马巨孙中呢 有功 马洪魁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 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副主席 其实在此之前呢 马洪魁就是宁夏的土皇帝 马洪魁之所以能成为宁夏的土皇帝呢 源于袁世凯 这个早年呢 他投奔袁世凯后 因为这个武艺高强 这个练武 看样子那个年代很有用 得到了袁世凯的重视 并且任命为贴身侍卫 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与欣赏 之后马洪魁呢 就被派往了西北 因为西北的地理原因呢 马洪魁呢 就在西北呢 无拘无束 天高皇帝远嘛 根本没人能管得了他 从此就开始了 他对宁夏的黑暗统治 在西北当地 这个无论是小孩 老人 很多人对他这个大魔王呢 都避而远之 从1933年开始 马洪魁就开始有目的的为自己敛财了 哎 他读的那些书呢 哎 这时候呢 确实是用上了 那时候呢 他自封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宁夏地区发布自己制定的经济和政治措施 当地的人呢 破译他的权威 只能实施一些根本就不合理的政策 哎 靠着这些手段 马洪魁成了当地最有钱的土皇帝 哎 那个时候呢 连国民政府的人都不敢招着他 马洪魁喜欢美人 据说当年在宁夏的时候呢 马洪魁到处搜罗美人 只要看到这样的人 他必定会想方设法 纳入自己的后宫当中 马洪魁呢 一生一共娶过了六方姨太太 自古道红颜祸水 虽然这个马洪魁过着夜夜春宵 春宵苦短的 哎 如鱼得水的 这样一种快乐的日子 但这些女人呢 在马洪魁的一生中呢 一直都不消停 为了争夺财产 常常闹得是鸡犬不宁 马洪魁晚年的凄凉呢 也是因此而导致的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 这个马洪魁呢 见大势已去 他深知他对共产党犯下的罪行 会面临严厉的审判 所以马洪魁他便提前带着三个老婆和孩子 以及十多年来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近八吨的黄金 于1949年9月1日乘专机飞往了重庆 又从重庆的逃入了台湾 据传说 马洪魁逃跑时 还将一车无法带走的黄金 藏密于荷兰山深处 就是眼前大家看到的这片区域 自滚中口至黄阳滩一带 这里离宁夏首府迎川也就十几公里 当年马洪魁在这里建有避暑山庄 这个传闻呢 很具有真实性 在宁夏广为流传 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所以长期以来呢 一直不断吸引着一些寻宝者 近山探宝 做着发财的美梦 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尽管如此 近山探宝的人呢 仍然是落意不绝 再说马洪魁逃到台湾后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北方战局失利 他却成了第一个被革职查办的军政大员 失宠失忆的马洪魁脱并逃到了美国 在美国 马洪魁很快将手里的黄金变现 在这个洛杉矶购买了一套房产 又在密西西比平原 买了一块面积十分广大的农场 让一大群工人农民替他打理 自己仍然过着富贵养尊处优的生活 可好景不长 因为子女不孝 妻妾争宠 搞得他自己心里也很烦 后来 他的子孙们一个个长大 为了争夺和据成他的钱财 吵得是不可开交 甚至严重到差点打起来 马洪魁还居然被自己的儿子告上了法庭 这使他意识到钱财会毁了他这个家族 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们手足相残 便把剩下的黄金和钱财 分给了他的儿子孙子们 得到钱财之后 他的这些儿孙们一个个的离开了他 不幸的事接连发生 他一只宠爱的仪太周德一也离他而去 跟着一个美籍华人跑了 一只管理钱财的四仪太刘孟霞 卷跑了他的全部钱财 这些事给了马洪魁一连串致命的打击 而此时的马洪魁也患上了糖尿病 再加上钱都被卷跑了 没钱治病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身在异乡的他 更加感到非常的孤独 非常想回家 回到祖国 当时美国移民局曾劝导马洪魁一家 赶快加入美国国籍 然而马洪魁却说 你们入不入美国籍是你们的事情 我身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鬼 死了还要埋在祖国的土地上 他的身上依然体现着故土南里 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 1970年1月的一个下雨天 马洪魁的人生终点 停在了洛杉矶 十年79岁 临终时 他的嘴里始终含混不清地念叨着 这样几个字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就这样一代军阀 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怀着对故土的依恋 克死他乡 我是墨镜老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观看 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